有时遇到一些不明理的人 很喜欢找上门 自己因怕受影响 尽量回避 而使对方不高兴 请问这样做 是否见了冤仇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顶多他不高兴 也说你架子很大 不愿意见人 为什么呢 你没有给他有什么损失 所以冤仇 不会见人 这个一些不明理的人 比如说初次见人 应当帮助他 多给他讲的是 做人的道理 舍佛的道理 把佛法介绍给他 这样很好 那么初学 你看他 比较对于 像这个 六道轮回 三十英国 一般他不能够接受 我们就换一个方法 用现代 科学的方法 来给他接受 你比如素食 我们给别人介绍素食 我们绝对不是说 你吃他 将来他会吃你 他不能接受的 他说你在骗他 你在吓唬他 但是我们要从健康 养生 他就能接受 你换一个角度 就行 那么佛教呢 首先 我们有个小词子 认识佛教 先要告诉他 佛教是什么 佛教是佛陀的教育 就像中国 儒是孔子的教育 这是释迦摩尼佛的教育 他教育的内容是什么 他不能讲清楚 讲明白 这问题就了解 他就了解 认识佛教 这本小词子是早年 我在美国 佛罗里达州 迈阿密 讲经的时候 我到那边去 原本是讲地藏经 结果一看 那个讲堂里头 很多当地美国人 我说这个很难得 翻译的也很不错 郑建伟翻得很好 我就临时就换了 我说我们把佛教 介绍给这些美国人 所以临时改了题目 一共讲了八题 所以那本书是八天的记录 这些外国人听了很受用 完全从教育 从做人 从对方面很容易接受 那么告诉他 释迦摩尼佛是人 不是神 佛教不是宗教 是教育 我说他 从来没听说过的 这天就很欢喜 每天都来 每天两个小时 我们讲了八天 但是这个很可以做参考 那我第一次 大概是在 88年还是在89年的时候 我访问北京 这个在北京师范大使 他们的校长教授我来接待我 我看到他们门口 有一个台词 写的是 学为人私 身为师范 写这么八个字 我就给校长说 这八个字是佛教华严经上所讲的 他就很惊讶 这是我们全校老师 共同开会 你出来 我说华严经 就是学为人私 行为师 这个 行为师范 我把它改了个字 身子 改作行字 以后的学校 接受 学校要改过来 很难得 所以我说佛教是教育 那他是第一次听到 他从来不知道 其实你要有方法 有方便 真正的佛教介绍 那你就是帮助一个人 至少他对佛教明白了 小的佛教不是明信 那么佛教教学的内容 非常广大 比现在任何大学里面 扩成的时候 还要圆满 还要高深 这是很值得 我们学习 人生在世 如果不学佛 就非常非常可惜 但是学佛 要好学 要深入 佛法确确实实 比大学难念多了 现在念大学很容易 他告诉佛教 是要真正以下功夫 要皆行相应 首先 这个经典 就是教科书 就是他教材 你对教材内容 要有了解 明了之后 要落实 要应用在你生活上 用在你工作上 用在你处事 待人 所以它是一门 很适用的学科 绝对不是说 学学 所学 所用 那种东西 我们学的有没有意思 所以这个里头 学佛跟佛学 一定要分清楚 学佛 我要学做佛 我要学做菩萨 这是学佛 那佛学呢 是把这一门东西 当作学术来研究 这就没有意思 那这个就是 他所学的 他都做不到 他做不到 换句话说 他只能学个皮毛 他不能够生乎 生乳 一定要身体 你才能够 真正体会到 所以做这个学问的话 这个不行 永远是个一层 就佛学跟学佛 要辨别清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